勾楼病是小儿生长发育过程中出现以脾肾不足为主症的疾病 与起居卫生、饮食营养等施宜有关 对于其症状的表现及治疗方法,请听专家们的讲解 勾楼病俗称软骨病,也称五持五软 是一种常见的,婴幼儿时期的慢性营养不良症 常由于卫生素D缺乏,造成钙磷代谢失常 骨化不能正常进行而发病 早期的表现为烦躁、多汗、夜眠不安、脱发、软弱无力 后期则可以出现骨骼的变化 例如方颅、肋炎外翻、O型腿、X型腿 对于勾楼病推纳疗法只能作为辅助疗法 勾楼病的治疗,第一个是补脾经 补脾经,从指尖向指根方向直推一百次 补脾经,从指尖到指纹方向推一百次 下一个手法呢,是揉四横纹 四横纹呢,就是在孩子的四指的中间的横纹处 揉的时候呢,用拇指端或者用中指端,逐个的揉 各揉三十次,每个横纹上揉三十次 中指端也可以,各揉三十次 这是手上的穴位 完了呢,再可以呢,孩子的其周围腹部 顺时针磨三分钟 逆时针再磨三分钟 下一个手法,揉中腕 中腕线呢,在旗上四横纸 胃腕部 揉的时候,又可以用掌根轻揉 也可以用拇指轻揉一百次 好,按揉匹书 匹书呢,在第十一 胸椎旁开一指半 第十一胸椎怎么找呢 就是孩子的肩胛骨下角平地七 再下八、九、十、十一 旁开一指半 用时中二指按揉 也可以用两拇指按揉 这是一百次 肺书呢,在第二腰椎旁开 一指半 第二腰椎怎么找呢 就是两个恰果 就是盆骨平地四 再翻上三、二 这就是第二腰椎旁开 一指半 用时中二指按揉 或者用两个手的拇指按揉 一百次 再捏肌六次 拇指在后 十中二指在前 两手同时捏拿住皮肉 交替向前撵动 一个前一个后 但是快动作呢 就这样子 交替向前撵动 前两边呢 就这么 第二到第五遍呢 就是捏三下 万起提一下 捏三下 万起提一下 提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啪啪的声音 捏三提到胸以上 就不提了 就在万上捏 这样子呢 捏三提一 一共弄三遍 最后一遍 不提 也是这么捏上去 捏完六遍以后 又十中二指 放在脊柱两旁 一边按揉 一边往下走 用手掌 给孩子搓膜 挤下 轻轻拍孩子的屁股 三下 捏击就结束了 宝宝出生后 两个月开始 就要保证 小儿经常直接接触阳光 提倡母乳喂养 随着生长发育 及早增加宝宝的辅助食物 小儿汗症 多发生于2至6岁 体质虚弱的儿童 所以又叫做虚汗 如果孩子在入睡的时候 有危汗渗出 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 若是因为天气酷热 或外感分热 属湿引起的出汗 均不属于本期节目中 讨论的范围 那么就先来听听 专家们的讲解 汗症是指一种 以出汗异常增多 为主要表现的病症 出汗部位多位于 头颈 胸背 手心 足心等 当然判断病情 要视实际情况而定 在清醒状态下 出汗多 称自汗 在睡眠状态下 出汗多 称倒汗 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 入睡时 常有少量的汗 但无其他症状 这属于正常生理现象 家长不必要过分担心 然而 那些自汗 倒汗的小孩 应该接受治疗 下面给家长们 介绍一组推拿方法 治疗小孩汗症 汗症的常用治疗手法是 第一是补脾经 补脾经 这儿补脾 看那儿 补脾经一百次 补肺经 比肺经 来 百次 蕴内八卦 蕴内八卦 蕴内八卦一百次 打小天心 三到五十次 按揉百慧 后面是捏肌 捏肌三到五次 前两边是这样子的 拇指在后 十中二指在前 两手同时捏拿住皮肉 交替向前撵动 这是慢动作 交替 捏两遍 这是第一遍 第二遍也是 还是这样捏上去 第三到五遍 也就是中间三次 捏三下 万起提一下 捏三下 万起提一下 有时候能听到 啪啪的声音 捏三 提到背 不提了 最后一遍 还是 就不提了 还是这样子 捏上去 如果出汗 比较厉害的 在那个常用 刚才的基础手法之上 再加上 给它 按揉足三里 旗下三指 小孩的同身寸 小孩的三指 大人也就两指 按揉足三里 一百次 推三关 谢谢大家